这话六人没和建南忧说,虽然知道建南忧也极端厌恶音乐,但建南忧更重视团队在行业的口碑和信用,任务不成反害主,这事传出去影响太恶劣,但六人此时实在吞不下这口气,需要发泄。 随便找路人K两个都不够档次,六人也需要来点能触及灵魂的猛料,除了银月当下实在没有更合适的人了。 干吧,黑水咬牙,原本受伤害最重的火燃衣,但今天这一出后,黑水有点后来居上的家事。 要干得不着痕迹,焦水说,咱们几人一起去,有些太过显眼,说不定会被那小子看穿。 那怎么办,咱抽几个人去吧,焦水建议。 我去我去,纷纷举手场面热烈。 抽签吧,倒下木题,抽四个人,余下两个后命,四个人收拾银月应该足够。 不是说银月现在和几个高手混吗? 吴迪兴兴提醒,放心,和咱们交易这事儿,银月不敢让那些个人知道,所以他一定私下过来。 焦水说,你是说咱们出面约他,这会不会太暴露了? 吴迪兴兴说,现在这局面,咱们约他已经是必然了,焦水叹息,众人沉默良久。 你是说,任务要宣布失败了?终于有人开口说了这话。 大家其实早就这么认为了,不是吗? 焦水说,众人深深叹息,没错。 今天上下时,大家本都是这么认为的,只不过剑南忧突然又接到西奥五的来信,让他们以为还有转机。 谁想到千里一醉,这个家伙也不知是怎么搞的,完全不符合剑南忧的设想,继续揪着他们不放。 这样情况等于完全没有改观。 可大男的怎么说? 剑南忧,他们当然了解。 说好听的,不达目的是不罢休。 说难听点,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。 看这家伙,这会儿居然可以忍受着侮辱在拍卖行被围观。 显然他认为,并没有要非放弃不可的境地。 几人当即又沉默了,大家不忍心剑南忧,这种忍受变成白白的付出,他既然还想努力,做兄弟的应该支持到底。 其实,没必要一定以我们的名义才能约见到银月,试试邮件法或者下限法吧。 倒降木题 所谓邮件法和下限法的原理都是一样,就是利用这两种玩家必须要到固定地点才能完成的操作,来掌握目标人物的动向。 是最朴素,但也最最有效的办法。 无论是多么牛逼的玩家,只要认得出对方的人,再用这两个法子都可以捕捉到对方的下落。 同理可用的还有交易法等等,当然交易行这种人员密集的地方,以银月目前的处境很难遇到他,但其他两个地方就难说了,尤其是下限法命中率绝对百分百。 以银月现在的处境,即使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也肯定会蒙面乔庄,大家有把握认出来吗? 娇水提到了这个难题,这也是他一开始没有提及这个办法的原因。 蒙面乔庄本身就是一大特点,又知道他的职业和等级,凭大家的素质应该没问题吧? 道乡木说,众人点头,等级掉了,但打劫的经验还在,这种识别目标的本事被杀多少次也不会丢,除非等级低到无法鉴定目标,但正巧银月级掉得比他们还要低。 那好,我们来部署一下,胶水找出了白石城的地图,这种东西游戏系统本没有提供,但随着玩家对游戏的了解深入,由这方面专业才干的人已经开始自制这种东西。 胶水手中这幅白石城地图,据说就是出自某位专业的测绘师傅之手。 诗和银月现在炼吉的区域是白河谷地、银沙滩、白化林边这三片区域,但是他现在的处境比较繁华的地点是绝对不敢去的,排除这些,那么他可能在的地方只有这里,这里还有这里。 胶水在地图上拿手勾画。 这些地方回主城下馅儿,最近的走法就是穿东城门儿,在盗贼工会或者是拱手跋场下馅儿,盗香木歪着脑袋看。 目前白石城的情况,银月被人撞到,肯定会被落井下石,但也绝没有专业针对他的搜索或是布置,所以他要做的只是伪装好自己的身份。 没必要跑圈来绕过什么警戒,所以走最短的路线尽快下馅儿,以防夜长梦多,是最稳妥的,胶水说。 那么我们就在这两个地方设服吧。 我,燃一,林木,一组,去攻守靶场,黑水倒降无敌,你们去盗贼工会,就这样吧,大家也隐藏好身份,有消息互通,出发。 脚水宣布,专业打劫团队,形势大部分已经不需要智慧,而是靠经验。 短短几分钟,已经理清思路,布置好了针对银月的陷阱。 两组各三人前往两个复活点,令他们欣慰的是,这两个复活点都不是拍卖行和通缉任务处出来后的下线第一选择,也就是说,他们没有会撞到顾飞和百世经伦的危险。 这个消息着实让人振奋。 如果能报到他那把王者之剑,打劫党就是打劫党,本来说好是为了出口恶气的,结果一到真开事儿了,惦记得依然是这一报是否能有点收获。 那就看看谁有这个手气吧,焦水说。 虽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,但这种情况他们不陌生,更关键的是,杀银月全无难度,这种轻松的氛围实在是好久没体会了。 几人有说有笑,气氛果然很有改观,大家纷纷觉得,来拿银月出出气的决定实在是太英明了。 这边简南忧也依然和几个保持着联络,准备埋伏一下银月这杂碎的计划,大家最终也没再瞒他。 简南忧本不愿如此,但却也发现了,这一计划让众兄弟此时情绪意外的高涨。 这实在是他所希望的好事,既然如此,他也就不吝啬,牺牲一下银月这个垃圾了。 虽然这有为他们的职业素质,但相比此事非凡的意义,素质什么的,以后再重塑吧。 相比之下六人更担忧贱南忧在拍卖行的处境,贱南忧却只是简单的一句,没事,带过。 拍卖行里,围观他的人是来了一波又一波,昨天两个打劫的遭到围观不惜用传送逃窜,让群众心里还是暗爽了一把,但今天这个就着实嚣张了。 面对千夫所指,面色如常,不知从哪儿弄了两个棉花团子,耳朵一塞,席地一坐,口袋里掏了部手抄本的蝴蝶兰作品《独闯天涯》,看得津津有味。 玩家们都疯了,但这绝对安全区又实在不能把对方怎么样,有些人甚至搬出GM来恐吓,简单忧听了,只能嘲笑这帮人幼稚。 他们打劫的不同于道号,钻的可说就是游戏中的空子,游戏既然设定了PK掉集,装备金钱掉落,就都是游戏里的规则,恶意PK这概念,忒含糊,究竟如何判定,要人证还是要物证? 剑南忧往游圈混了这么久,绝不相信GM会有闲心来管这事儿,回你一句,玩家纠纷自己解决,就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了,当老子是厨啊,恐吓老子。 剑南忧,朝拿GM说事儿的玩家比了个中指,继续看书。 全拍卖行都沸腾了,乱哄哄的一大片,顾飞在人群里也气得有点内伤, 这家伙真是有够无耻啊,这种情况下还泰然自若,当真是对打劫这事业很有信仰啊。 舆论的声音完全无法将其击倒,再一看拍卖行这场面,正常业务都被打断了, 真要有想来取理想的法杖的玩家,今儿也是不用想了,NPC就在剑南忧附近,是圈子的核心。 想过去那儿,非得有超人的毅力和横心不可,顾飞气归气,却也没辙。 也不想在这儿陪剑南忧耗着,奋力挤出了拍卖行。 就躲在拍卖行附近,偷偷观望的西洋五和茫茫的茫茫,此时正吐着舌头。 好过分,居然揭穿人身份这么歹多。 那个韩家公子昨天好像也是这么干的,茫茫的茫茫说,一丘之鹤,一丘之鹤呀! 喜耀武连连感慨。 剑南忧也够无赖的,这样子还不走,听说昨天那两个小喽啰当时就被吓飞了,茫茫的茫茫继续比较。 非了也是死路一条,百事经伦没在,估计在通缉任务那儿等着呢,所以剑南忧才在这里死撑,我看他也是想耗到千里下下。 喜耀武因为听说过昨天对方的两个喽啰是怎么死的,所以把顾飞和百事经伦的安排倒也猜得很完整。 这个样子,千里还真是没办法了。 茫茫的茫茫说。 嗯嗯,快睡觉去吧,喜耀武祷告,结果却看到顾飞直朝二人藏身之处走来。 糟糕,被发现了吗?茫茫的茫茫,连忙锁脑袋。 不能吧,喜耀武也缩回来了,他会察觉到别人说是有什么杀气,你显露出杀气了吗? 杀什么气啊?对他能有什么杀气啊? 我也没有啊。 俩姑娘这嘀咕呢。 顾飞果然已经到了两人面前。 嗨,两人朝顾飞挥手。 干嘛呢? 顾飞问。 嗯,时候不早了,还不去休息? 喜耀武问。 顾飞早明白这丫头打的什么心思,笑了笑说,着什么急。 明天还要上班啊,喜耀武提醒他,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?我是个老师。 顾飞说,老师怎么了?喜耀武还是要说什么,却已经被茫茫的茫茫揪了一下,愁眉苦脸的对他说, 寒假了。 寒假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